加上来这一起贪毒案件 虽然主角只是乡镇级的首长 但是却受到全国的关切 这是台北县的英戈镇长苏友仁 所涉及的工程弊案 今年高等法院二审宣判的结果 仍然是跟一审相同 判处20年徒刑 并科罚金5000万 但是全案还可以再上诉 苏友仁涉嫌从民国91年3月开始 在发包工程的时候 泄漏招标工程底价 内定承包厂商 而遭到板桥地检署起诉 当时是具体求储无期徒刑 不过法院后来一审判处 是20年有期徒刑 但是苏友仁不服提起了上诉 而高等法院今天还是判他20年 并科罚金5000万 他的妻子也被判刑10年 并科罚金2000万 苏友仁的政治生涯颇为传奇 他当年因为贪污案被羁押 而在羁押期间竞选连任成功 政府只好让他在看守所里面 宣誓就职 后来焦保上任 又因为一审判决有罪被停职 但是补选的结果 他竟然又第三度当选了 阴歌阵仗